臺灣在4月啟動了兩波援助國際行動 第一批口罩4月9日抵達歐洲 將分送100萬份給意大利和西班牙 590萬份給歐盟其他成員國 對此 歐盟公開讚賞臺灣 歐盟官網也上傳了口罩抵達的影片 畫面中清晰看見多個貨箱 掛有中華民國國旗 臺灣能幫忙的布條 以及降落在盧森堡機場華航貨機的畫面 讓中華民國國旗罕見出現在歐盟官網